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转动的一些物理量 转动跟移动的对照 用对照的方式 我们可以写出一些转动的物理量 像移动的话有所谓的位置 位置 位置的代号X 那转动呢,转动有所谓的角度 它的代号就是θ 那位置的移动,位置的变化就叫做位移 位移是Δx 角度的变化呢,就是角位移 Δθ 那我们把它对时间做平均 你就会得到速度 速度就是v 然后去 速度就是位移对时间平均,对不对 角位移也一样哦 角位移也是,你把它对时间做平均 你就会得到类似速度的东西 只是这叫做角速度 那代号是Omega 这个是希腊字母 Omega 那它是Δθ除上ΔT 这样子 就完全的很类似 那速度有正有负 有正有负啊 那角速度呢 角速度它是以 顺时针逆时针来看的 如果是顺时针就是负 逆时针是正 它是用类似左手 右手定折的概念 顺时针是正这样子 那逆时针就是 逆时针是正 顺时针是负 那还有角度的单位 就是用弧度来表示 在我们的物理中 我们常常用弧度 来表示这个角度 它的英文叫做 radian 简称rad 这样 那么角速度的单位 就会是rad除以秒 这是最常用的单位 好 知道了这两个以后啊 我们接下来要讲 一圈的情况 从一圈的情况 绕一圈的情况 可以推理出一些公式 那这里我们就换个颜色 绕一圈的情况 换个颜色 绕一圈的话呢 首先是 先定义一个时间 绕一圈之 第一个 时间 叫做周期 周期代号大T Time 第二个 绕一圈的路程 路径场 就是周场 就是圆周场 2拍R 第三个 绕一圈的角度 角位移 倒一圈的角位移啊 可以是零啊 因为它最后回到原来的位置 不过我们这边会把它写成 二拍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如果是 圆周除上半径 就是二拍弧度 圆周就是 绕一圈嘛 然后除上半径就是 那个代表圆周的角度 就是二拍弧度 就是二拍弧度 有了这三个以后 你就可以去找出 他们基金的关系 像是如果我用2去除以1 这就是用 周长除以周期 路程除以时间 对不对 就是 2去除以1 就是路程除以时间啊 那就不就是速率吗 那就是二拍弧吹梯T 就是速率 而且这个速率 它是 是平均速率 也是顺时速率 因为今天是等速率的 然后因为它是等速率 所以也是顺时速率 其实它也会等于切线的速度 所以我们这个比较好 对是特别人的 好那么 那么 接下来是把三和一相除 三和一相除就是角位移 对时间 平均 那结果就是角速度 那结果就是2π除以t 一圈的弧度 然后除上一圈的时间 就是周期了 一圈的时间就是周期大t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上面的 角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就是ω 好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v 平均速率或者顺时速率这个v 它是2πr除以t 那它这里有出现2π除以t 对不对 2π除以t刚好就是ω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就写成 v就会是ω 这个就是第一个公式 那其实它的推理很简单 对不对 就其实就是 绕一圈 重点是这个绕一圈 绕一圈的时间叫做大t 然后绕一圈的路径长 是周长 所以平均速率就是 周长除上时间 2πr除以t 那因为它今天是等速率 所以它是平均速率 等于顺时速率 也等于切线速度的大小 那接下来考虑转动的情况 脚位移对时间做平均 绕一圈的脚位移2π弧度 除上时间周期大t就是脚速度 就是2π除以t就是脚速度 这个可能也是需要记起来的 那我稍微画一下 这个可能也是你需要记起来 会比较陌生的 脚位移就是2π弧度 除以一圈的时间大t 那接着你再把2πr除以t 里面的2π除以t 换成脚速度ω 最后就得到了最后一个公式 好就先到这